1929年 3月22日 草剑米生出生于 日本长野县松本市 尚有一个姐姐和两位哥哥 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他的家族靠着贩卖植物种子 过着挺富裕的生活 草剑米生说 当时温室还很稀有 但他们家住有六间 常常会有学校 带学生来参观 他父母亲的关系并不好 他父亲是我最近去的 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 取而代之 经常在外面玩女人 他母亲会派草剑米生 去监视他父亲 草剑米生目睹 父亲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 对一个敏感的小孩来说 一定很受伤 他母亲因为无法对丈夫说什么 就会把气出在小孩身上 这些事在草剑米生的内心 产生了厌恶 并藐视性关系 尤其是排斥 男性的身体和硬镜 当时他的足迹医生 诊断他 有高度的性障碍 就是对性行为感到恐惧 而且常有自杀的企图 在过去的访问中 他曾提到 他唯一可以帮助自己的方式 就是直免这些恐惧 所以他将这些恐惧 融入在他的作品中 这也影响他日后的创作 产出很多有关 阴静的软雕塑作品 我每天都在于痛苦 焦虑和恐惧做斗争 而我发现 唯一可以减轻病情的方法 就是不断创造艺术 草剑米生的妈妈 强烈反对她画画并成为画家 因为她妈妈希望 她是收藏画的人 而不是以画画为生的人 这幅书苗是草剑米生 在她十岁时画的 画中的女性是她的妈妈 在这里我想要为她澄清一下 因为在我阅读一些 有关于研究艺术与心理学的资料中看到 他们说这些围绕在她妈妈身边的小院点 是病毒 美菌 更夸张的是他们说 草剑米生把她妈妈的脸画满了窗点 当下我们看到这些文章时 真的差点晕倒 虽然艺术本来就是可以有各种解读 但我想说的是 你们的想象力也未免太丰富了吧 其实草剑米生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坏 她当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那些围绕在她妈妈身边的点点 其实是空气中的粒子 是白色有点半透明的 至于她妈妈身上的粒子 则是彩色的 因为是树苗 所以她用了大点点与小点点 去区别不同的粒子 在这边的粒子里面的粒子里面 在山脈旁邊的上山脈 光一遍地露出來了 這就是幻想的 草雞民生所描述的星星掉下來 有點像我第一支影片所提到的 很像下雪一樣的小白光 掉落在我的身邊 她說她大概是在這個時候 開始產生了一些幻視與幻聽 但我其實覺得 她其實是在這個時候 開啟了第三眼功能 1954年 草雞民生在繪畫作品 花中曾經提到 有一次我盯著桌巾上的紅色 花圖圖案 一想到圖案竟然開始擴散 到牆壁 天花板 最後覆蓋了整個房間 我自己的身體也開始旋轉 混入宇宙無盡的時間和空間 化成虛無 剎那間我領會到 這不是只有我的想像 而且是現實中的狀況 我被嚇到了 我衝上台階 企圖逃離 但台階卻在我腳下散開 於是我從上面跌下來 腳碗也扭上了 三位物質世界 嚴格來說 並不是堅固的 是投影出來的像 下次有機會 我再做一集影片解釋 她們就去軍需工廠 製作戰爭要用的東西 她被派往工廠工作 負責為軍隊 縫製降落傘 並學會使用縫紉機 這其實也為她日後的 軟裝置藝術 埋下了伏筆 在日本的軍需工廠 軍需工廠 軍需工廠 但是呢 今 世界各国的 その頃の日本の あの 戦争に避ける えーと マチバ マチュート あの 政治とかそういうのに対して 今 反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して てらって 私もね そういうことを決心に 申し訳ないと思っていって そういうことを一言言っていただけたら とても しゃけろができたら もう少し 1945 年的夏天 日本在牺牲了三百多万人 以其第三顆原子弹的威脅下投降 這場戦争不止死傷惨重 更耗損了整個民族 對自己的信念 接受無條件的投降 無異於放棄了 長久以來的武士道精神 在這個動盪的年代 曹靖民生不顧家人的反對 1948年 到京都市立公益美術學校 促修日本話 但很快的 他就對學校的授課方式 感到厭倦 我一點都不喜歡 古板且保守的學校 老師只會要我們把圖 畫得精細 我實在受不了 大部分時間都在討課 自己作畫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 曹靖民生開始討學 讀字畫畫 他在這個時期 開始大量創作南瓜作品 瘋狂地畫南瓜 1952年 曹靖民生 辦了 人生第一次各展 當時他23歲 曹靖民生的知友 范爪英先生說 大約在他20歲左右的時候 在松本市壮新 一家電影院二樓的一間小衣郎 他和曹靖民生在那裡認識 當時曹靖民生在那裡 開了生平第一次畫展 他幫忙曹靖民生掛畫 他說當時曹靖民生的那些畫 他都看不懂 只記得有點奇特 那時候也沒有人去看 沒有人理解曹靖民生 沒有人認可曹靖民生的才華 那時他就創作出了 他的標誌性圖像 诬陷我 但因為討學過多 學校打算將他開除 為此 他也徹底放棄了傳統繪畫 他認為當時的日本社會 太小 太卑鄙 太封建 也太鄙視女性 他必須逃離日本 這個封閉的地方 為了藝術 也為了生存 1955年曹靖民生在書店 發現了美國女畫家 George of Keith的作品 26歲的他到位感動 在懂英文的表哥幫助下 寫了一封信給George of Keith 并附上14幅水彩畫 表達自己對藝術的渴望 沒想到George of Keith 竟然真的回信 還表示會把他的畫作 在美國大力推荐給畫廊 vict完結 楞尷尬 倆貴三倪 你倆三倪 也要來了 她們想得到 你喜歡我把自己的畫作 估計價賣給你 某個商品 你願意要賣給他們 什麼價值 我們的畫家 移動很快 你只要找到你 隨便到 New York 作詞・作曲 李宗盛